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朝向于就是说如果在开放的时候 那有发生了疫情 那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因应 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会订定相关的一些 不同行业的一些指引 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昨天表示 为了因应这点 目前也正在规划 不同行业的相关指引和教育训练 不过详细的办法究竟该怎么做 高雄市立小港医院 该内科组织医师张科认为 如果之后真的放宽警戒 那相关业者就要先准备好 五大紧急应变指引 首先平时员工的颁表名册就要列清楚 一旦有员工确诊 第一时间就要让公司老板知道 方便之后公司就可以透过颁表 立刻找出同时段的接触者 另外像是夜市 每个摊位也应该都要准备QR Code 利用实名制的措施就能很快的进行匡列 比如说进去那个谈是想QR Code 然后这个它就会有登录一些基本资料 至少有领受电话 有事情它就会call你 然后这一摊的老板就要call你来听 入口要有一个 然后呢每个摊位其实都要有一个 这样才会精准的 不然有些人只是中复区而已 那一定要就不会很准的 就会狂到很多不应该狂的人了 不过如果今天爆发感染的是大规模企业 张科就建议除了落实分流以外 员工在公司内 如果移动到不同楼层或区域时 就要刷试别证做记录 方便之后理清确诊证在公司内的足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